2023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六回合賽斯 今天的見題是藍大當分雷大當教不學時義 對賽三方為正方P主教國德性中學 和藍方P主教國德性中學 坐在我旁邊的是計時員來自藍方的陳俊佳同學 現在先介紹雙方變元 首先是政方主變郭偉協同學 第一副變王楊飛 第二副變雲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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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評判 為今場 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評判 為今場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 可控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 劉改永小爺 現場堅落中學中文辯論隊 負責老師 工晉堅老師 強馬錦鳴前線基金 萬神端企 紀念中學辯論隊助教 向智英小爺 本場比賽身為主變 工變一副二副 油面論 和接見六 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是四三三四 工變周圍每方兩分鐘 自由辯論周圍每方三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在結束前 三十秒鐘提示 超時五秒便會連丁數 詳細賽規已發佈於各參賽學校 如果比賽期間出現任何問題 共同計時原本暫停比賽 加入三位評判職場作出裁決 請問盡各位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現在請正看主便發言 你有四分钟的發言 準備好開啟第十條示意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巴虎 便提這句言 要出自水谷後轉第39回 源於蕭若剛子成年的女兒 穩丈夫 被趕出男大當分 女大當教理之當業 代表男女成年後 就理所當然要結婚 而為何當時會要試結婚為道理呢 就要介當時中國千年以來社會烈的別頭 照看待起 瑜伽成為了中國的道德規範 而不經司法大國哲學 哲學院博士理長尚指 瑜伽的所有倫理關 其實都是基於家庭為基本單位 所以不論男女 都有道德責任去組織家庭 為家庭後向德 否則在瑜伽眼中 就會被視為不道德和不孝 然而我們由過去驅崇儒術的 同間社會轉型為 相信普世價值的工業社會 但這句言語一直在一些 收集中華文化影響的地區流傳至今 而我能見到她今天已經不再符合現代價值觀 亦都同時喪失了當代的社會功能 過關政立變題原因有二 一這個社會規範違反了個人的選擇 阻害了戀愛的自由 瑜伽的私信保守 推崇集體的主意 要求人人都將社會規範 家族的期望 優秀於個人的意願 就連戀愛這件這麼私人的生活選擇 都成為了道德規範的具象 為了滿足上一代成家納失這個目標 古代更加會出現萬分瓦架 紙幅為婚等等催婚的手段 遲至今日 個人主義的興起 社會開始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 雖然以上荒謬的文為不再復堅 但是催婚依然很常見 而且他們的本質根本是不合理 因為他們是將社會的壓力 置於不分人事之上 變相是打壓了他們的選擇自由 例如中國市場檢查公司 艾瑞諮詩 在21年的時候發現 原來中國會四名單身人士 就會有一個不肯結婚 有四成人在單身結婚之後 會限制了過日的自由 有二成人的單身原來結婚之後 會和自己未來的發展有衝突 其實不結婚後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 沒有伴侶的話 可以選擇和朋友 或者原生家庭一起同居 或者獨居養寵物 有伴侶更加簡單 可以直接和伴侶同居 都不一定要結婚 可見社會上越來越多人 將結婚視為唯一的生活方式 男大當分女大當界已經 再適合作為人 人都要將從前社會揮發 否則只會犧牲社會上任多人的自由 二 時代結婚化及劇 社會功能不復存在 以前和家社會 人民一是靠體力勞動 維持生計 又或者考取軍民擔任公職 無論女性的體力給男性差 又因為男專類悲等等的封建思想 未能享有這些教育的機會 導致女性的社經地位極低 山西高等學校社會是教授黃曉靈逆子 現在社會下的女性其實是沒有能力獨自生存的 女性在無法解決的情況下 只能夠嫁給男性去依附男性 但隨著社會現代化 即常有很多的公眾 加上平原意識的覺醒 加上平原意識的崛起 男女亦都有同等的受教育 或者就業的機會 令到女性可以獨身結婚 都可以獨立生活 根據政府統計處 二十年之間其實未婚女性的 勞動人口上升了八成六 十五年之間她們的資金更加增加了九成 可見女性其實都可以由獨立經濟流力 能夠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 至於斷離了農家社會之後 一個家族不再需要大量的男性後代 以維持她們的勞動力 加上過日主義之下 男性也無必要全宗接待 令男性可以卸下家庭的站重擔 根據自己的規劃去為自己而換 最後想問一下有方 如果對於一些不分 又或者是和正面人士 無得起社會結婚 無得起現今社會結婚 創出這類何詩 是不是就要強迫她們 改變自己的愛事官 迎合有婚的情況下 謝謝各位 正方主編用時4分06秒 無消息無需求分 接著有請反方主編 來到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去計時臨時2 最後各位大家好 為我錯去歸納有空的開面 第一定義片面 南大高峰女大當家 出自名稱時期水烏後轉 而指男女大學生當年紀 就應當結婚組織交平 但理解婚姻應該如時領進 參考議題文化 根據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堂教授 M. Moore所指 婚姻的定義以由以往 指下法律上註冊的婚姻 逐漸擴展至國內成員的事實婚姻 即是男女相當沒有在法律上註冊 但同居過著夫妻生活 甚至共同撫養小朋友 而傳統同時十婚姻的共通點 都是雙方有著長遠 共同生活的承諾基礎 那段時間要包括傳統婚姻 以及事實婚姻 正因為有可定義上的理解不足 導致不正常有另一個錯 標準不清 又開始不合時宜 就是因為不合現金的社會價值觀 少了人欠分 傳統婚姻的確數目上有所減少 但同時事實婚姻的數目低增 在往前由研究所19年發現 美國結婚比率雖然在20年內 下降了一成 但事實婚姻的比率上升了7.8% 在近亞洲地區 日本以一年人口問題研究所的現場 都發現近九成的適婚年齡人士 希望盡快結婚 中國已有一年 當代的婚主見白皮書當中 只有4%的單身人士是堅拒結婚 可見婚姻在社會依然是主流 但問有方 如果婚姻不合社會的價值觀 你有怎樣解釋不上的數字呢 而從古至今 婚姻著織著外人、私家、互相承諾 如生多外女方 從而建立有信任的家庭 家庭有最不同的社會功能 包括生育、社交化、照顧等 所以要行為到底是否不合善意 就要看婚姻 不論是傳統還是事實婚姻 在現今、未來 是否沒有任何的個人需求 以及社會功能 我方認為不是 基於以後兩大原因 一、互相扶持照顧 減輕社會負擔 個人而言 人體不同居獨物 成家立室 正代表著 往後餘生不在意的居獨等 連平時有人和自己分擔生活 與經濟壓力 絕相困難事 揮手解決 透過不斷扶持 磨喪 互相學習成長 連老師 人難以體悦多命 需要另一份 以致小朋友的照顧 因此婚姻後的家庭 都成為人心 戒絕人必備要素 因此 哈佛大學 美國加州大學 今年的研究 都指已婚人士 往往被他單身 有更多的主婚幸福感 社會熱言 透過婚姻建立家庭 有助減輕社會 在阿澳開支上的負擔 正如去優保障制度 最後一條之處 就是家庭的鼠叔 子女的經濟支援 後真單靠政府 就如學者預料 香港派十年 後方便會入股呼之 並不持續 因此 各國例 日本 香港 都會用尚無假言 去鼓勵市民組織家庭 反問有光 如果婚姻不合事宜 為何各地政府都 相爭鼓勵大眾結婚呢 二 培育未來人口 維持社會建構 在婚姻之中 身肉 亦是一大重要的社會功能 家庭已顧著情感支援 和社交發生因 子女可以在事務之中 獲得歸屬感和安全感同質 同時將知識傳承下一代 例如煮飯打掃等生活技能 甚至由基本部補教 身教 本書要充滿生活 追求知識等的價值觀 幫助人類農民燃增 明天上 西加哥地 建立人口路發問題 聯合國人口分析 報告指出 未來三十年 六十五歲 以上人口將會達到十六億 但未來勞動人口逐個萎縮 正如Mental Group數據 公便一方可 隨意挑選對方一位便言 回答問題 並打斷對方發言追問 回答方不得反問 亦不得打斷公便一方發言 如有違規,公辨一方可即時指出 評判認同可直接扣分 每次一分,如公辨一方如常發言 評判可指行決定是否扣分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請評判注意,填寫公辨分數時 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特別是反方分次 第一格E,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先是發問分數 現在先有請定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員作公辨 請你自由挑選一位反方的便員,接受側身 反方一方 準備好可以向繼承示意 有方認不認同男大方分類大方格 針對所有已經成年的男女性嗎 同意,就是他們有個案 那我問你,為何應對的,他們會想結婚 他們想,好像我幫助面說 他們想找多一些圖館 他們養老的時候,可能需要這麼辛苦 那我問你,是否證明到 結婚的人必然會令自己幸福 會令自己幸福呢? 是的,因為我方的主編已經跟你說過 結婚的人,他們的主觀幸福度 是比未婚的人更高的時候 我方的實在是會吧 但有方,我們能否解釋到 既然結婚必然幸福 有方能否解釋香港 在2022年,他們達成年離婚 那他們離婚,我方看到他們會有再婚 原來再婚的時候,他們升了兩本的時候 代表他們都想取得自己的第二槍 他們都想要尋找到 首先,有方同學今天解釋不到 為何結婚必然等於幸福 正如有方說,再婚了 但他再會帶離婚 所以結婚不是等於幸福的指標 好了,有方同學 問你有方同學 你今天,論點二就說要提升生育率 幫助社會 那是否要難怪規管他們去結婚呢? 不是啊,不是我方解釋不到 是有方能解釋不到我方 不是啊,你先拿回我方的立體 是否要難怪叫他們去結婚呢 你講到結婚到有利處 所以我方從來都不是強給他們去結婚 就是他們現在都想和他們結婚 如果我們今天覺得男人分類大人分類大人分類 是否一個社會規範是跟還是不跟呢? 就是跟隨他們自己的意願 他們想結婚 是否覺得不結婚就不是應該受到譴責呢? 不應該受到譴責 因為我們是鼓勵的 所以有方同學普通的道德規範 是跟或者不跟都可以 五、六、五跟都不會被社會譴責 好,再問一下 你知道嗎? 古代的男性為何要結婚嗎? 因為他們想有這麼多的路 不是啊,是因為呢 是因為他們會想傳宗接代 可能我們是否認識 原來所有的男性都是為了傳宗接代的事才能分類 等等,有方很奇怪 有方自己主意出來跟我們說 他們是為了農業社會 他們要更多勞動人口 所以我方是否看到勞動人口 在選舉的時候 那些人才變得更多 所以有方同學 古代是增加勞動人口的成縱 多謝各位 接著要輪到反方方方便 請反方自由派出一位面員 請自由洩帶一位正方的面員 接受得出 有分一酷 準備好多遠的時間子 想問有方同意 40分音是分音的一種嗎? 便是同意 為甚麼? 因為如果你拍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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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為甚麼它不是分音 但經過澳洲將40分音的特意寫入了分音制 南大當分類大當教是討論中國的 為何南大當分類大當教是討論中國的 因為是有時限性的 不如你先解釋一下 為何經過澳洲將事實婚姻的定義寫入婚姻制度 因為沒有過澳洲經過 全部都不知道南大當分類大當教 所以為何連中國澳地利 都賦予事實婚姻和傳統婚姻同等的團體 那它要有婚子才要做婚姻的話 但中國賦予了事實婚姻和傳統婚姻同等的團體 中國是否在說的 但是你正常也不會當一個拍拖的人 是未見過婚的 但他們一旦拍拖他們現在是40婚姻 所以有方解釋不到為何40婚姻不是婚姻 所以還有有方 你不合時的標準是甚麼 不合時的標準是不符合中代的價值 不符合中代的價值 那為何日本人口調查員會發現 適婚姻的男女婚姻已在調查裏面說 18至34歲的適婚男女之中 有九成都想結婚 他們想結婚不代表他們的希望 他們想結婚就即是他們現在結婚即是合時的 所以再問有方 日本這個我們解釋不了 再問是英國的數字 英國2020的數字和他說 7成18歲至34歲的適婚就是想要小朋友 那他們想要小朋友 會不會跟他們想結婚 他們想要小朋友 跟結婚是甚麼地方來的小朋友 但是他們想要小朋友 他們想要小朋友 所以有方解釋不了結婚這件事 他們又想結婚又想生小朋友 即是結婚這件事符合時的 所以結婚 無論是傳統婚姻還是事實婚姻 都是社會的主流 甚至事實婚姻這件事已經成為潮流 有方解釋不了 符合時代的標準 所以再問有方 要看時代的需求 現在看出個人主義 所以要不要看時代的需求 在現代不是 在現代不是 那怎樣叫不合時代 現代鼓勵個人主義 他們有個人主義 現象公面環節結束 輪到正方第一副面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 可以好可以向的自然治癒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來到一部屎來審視一下 有方同學的定義 有方同學其實今天沒有反對我方的定義 因為有方同學都知道 男大多分、女大多嫁 幫審視員出處和背景 事外背景之後 必然是不合時的 所以他們就老公定義了 說原來拍拖都是不分的一種 但如果在座各位覺得 如果不需要一張分子 都叫做結婚 或是養殖的成分 那到底甚麼要做 大多分、女大多嫁呢 是否古代他們的戀愛關係 都叫做結婚的一種呢 再者有方同學今天 在討論一個社會規範 如果有方同學覺得 是一種單純雙方長久的 又定就叫做結婚的話 有方同學現在是否要欠責 一些他們不選擇的 有方同學和伴侶長期生活的人 覺得他們應該要罵他們呢 再者 有方同學今天在開幕的時候 就直接說 要根據現代的定義去解釋辯題 但如果辯題的定義 是可以隨著時代改變 時代變遷移改變的時候 那市民辯題到底在哪一個時代 會不合時宜呢 再者以四個字歸納有方同學今天的標準 就是以偏概全 有方同學今天覺得 結婚的目的必然是要提升生活率的 他們分類了個人的選擇和個人的利益 覺得現在就是為了社會的生活率 就要犧牲個人的選擇自由 如果他們不結婚 就應該要將他們弄成一個道德規法 去譴責他們 再說其實我方是不否認 不否認婚姻的好處 有方同學所說 他們要提升個人的幸福 都是一個結婚可能的利處 但即使今天退一萬步來講 即使有這些好處都好 但是今天如果結婚 不是每個人結婚都必然會幸福的時候 就不應該將他變成一個社會規法 不是不結婚呢 就今天就要譴責他 而是給人一個自由選擇 令到社會上那種不同意見的人 他們的意見都能夠被接 再者好像有方同學了 邏輯 覺得結婚就是為了社會 社會去付出 不需要理會個人利益的時候 到底為何有個方同學 又好同學今天又覺得為了社會 不應該要對他們的生活換藍法呢 而其實呢 在這個男性不再需要繼後開奔 女性亦都可以自力更新的年代 男大當分 女大當嫁已經變成一種性別丁的 不結婚我就要譴責他的 家長性權威性的本質 所以也有不少年輕人選擇不結婚的 主編廣播的艾瑞2021年的電查 指出 中國和每四個單身人士 就有一個不肯結婚的 他們一些想享受別人的世界 一些想放棄生活 以及放棄工作 難怪中國社會學家 你人家都知道 結婚不再是一種普世價值 而是一種生活的選擇 香港01在2016年訪問了 有一個40歲的不分女性謝羅茲 她和男朋友同住主張不分不生 閒時就通過買保險 為自己的未來投資 沒有分子的約束 都可以和男朋友過著一種 幸福美滿的生活 不用理背社會的目光 有位同學是否覺得 鄭小姐這種為生命負責 覺得開開心心力太用 才叫做不合事宜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一負用時3分10秒 每次前面需求分 有請反方第一負面 你有3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可以去計時完事宜 各位大家好 三條問題歸答雙方分期 第一 男大當分女大當界的理解是甚麼 雙方都同意 要解決男女到了識分的年紀 便當別分 但分期位就在於對婚姻的理解 有方堅持婚嫁 即獨產於法律上傳統千里的結婚 說我方議事實婚姻叫做拍拖 但錯 因為理解面是要貼合時代背景 公民問過 當國都開始將事實婚姻 納入婚姻制度 澳洲的國就直接將它的定義 寫入法律 為何不算婚姻 有方完全解釋不到 而如果不看婚姻 為何中國奧地利會容許事實婚姻 和傳統婚姻有同等的權利 有方也會要解釋清楚 所以有方地利跟我們說 他們同隊都可以做到我方理處 不需要去做傳統婚姻 但我方同意 因為叫雙方同居 有永久生活的主觀意義的 40婚姻就已經做到移民 有方手中所謂的拍拖 因此兩種婚姻都應該要 納入討論的範圍 要問第二條問題 為何婚姻會不合適宜事宜 我方覺得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越來越多人 他們不想去結婚 有為這個個人的選擇 但我方不反對 傳統婚姻的數字 就是彌補回傳統婚姻的下面 有方就跟我們說 我們都要看懷疑的社會 但那邊都問過你 日本中國的新婚姻的人 原來他們全部都想結婚的時候 有方這個數字同樣都解釋不到 甚至跟你說全球的數字 交友網站Coffee with Stagel 二一年調查發現 近九成一的用戶都希望找到對象的結婚 甚至有個很喜歡說的中國 他二一年都有調查 原來只有四成人是結權結婚的時候 反正有方意不解釋清楚 所以以上的數字都反應分 可能是傳統還是事實分 在全球社會仍然都是主流 有方只是跟我們說 我應該要尊重國外的選擇 因為他們有時結婚都未至上三個 但錯 因為根據台灣韓服態度大調查 原來近七成的人都跟我們說 他們未來上山結婚的時候 而這些全部的數據 都是他們受到的人員 自願說自己想去結婚 自願說想自己去結婚 沒有人拿著把槍 迫他們說 所以根本就沒有有為有方所說的自由選擇 反問有方 如果是不合時意 為何大家都想過去結婚呢 所以有方的標準 今天講通常去到最後一條問題 婚姻怎樣滿足時代需要 用個人社會神言比較 講個人家庭相依靠情感 例如結婚可以禁服飾 勒力監督對方不健康的生活 難怪若果21年人口 動向要查根七成 單身者都覺得結婚有好處 而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可以為精神和公秘都說 以夫妻和朋友都沒辦法做到的事 方式互相支持 去結婚一個這麼好的生活 難怪加拿大溫多華經濟學院研究 發現分一可以緩解到你的中年危機扶妥 而講社會 不結婚不新約 加劇人口老發達的問題 有方反駁不到 因為獨居老人上升 導致國內政府安老開支大分 同時生育率下降會令 全球的勞動市場萎縮 講香港 安老開支比起5年前上升了一本 中國社會的報告預測 發現3年 中國的主要養老金將會好象 到時又是否有方樂意的願景 多謝各位 反方一副用時3分10秒 無消時無需扣分 接著有請正方第2副面 你有3分鐘的肺炎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機船示衣 正正各位 大家好 來到二副我簡單觀察一下 今天有方堂用來辯題 不應該適合的兩個原因 第一 今天有方堂不斷提出了辯題 對分音的新定義 有方引用了多量的答案 他會說事實分音 是不用處理的 先不論 今天有方堂是完全忽視了 見提中的人號 今天有方堂是 連見提中的人當時也扭曲 是忽略了他 並不是當時是沒有應該的意思 或者是完全不理會 當時在說什麼 好了 不緊要 不然再排除 今天有方堂多次對見提中有解 其實今天有方堂就是知道 見提中最權威最右的想法 早已經不合適 所以才在不斷引用 這麼多現代人 美國英國日本的人的看法 那市民有方堂 如果今天什麼都用現代的想法來定義 那什麼都合適 那今天理論相關的討論的價值又在哪裡呢 第二 今天有方堂就說 結婚在個人上可以互相扶持 等等有很多好處 就覺得我們好像反對婚 那樣 但今天有方堂對我們的立場極大的謬誤 我們每一刻每一句說過 我們是反對結婚 我們一直都是對婚姻保持中立 而且今天有方堂都提出了很多數字 報告 在他們眼中只要一結婚 就在個人和社會上 可以增加行方 那樣反對婚提高生育率的好處 那我方就常常沒有反對過的 但就算你有這些好處 其實根據政府統計處的報告 就指出在2020年的時候 就已經有超過一半的離婚 那其實在有方眼中 這些結婚離婚的人 是不是就不代表所有人呢 那去一步想吧 就算我方已經認了所有結婚的好處 甚至這個世界是沒有人來婚人 那到底在哪裏 現在別提中的男大當婚女大英格 是合適的 那他們通常可以成為社會規範嗎 那說到底 今天雙方的婚禮就是 在於有方便知應當分隔 對現代社會的相反是幾大 千啡婚子 不如萬子萬不孝有三 無謂以待 古代所有男子都要結婚 是出於責任 原來存住家族血脈 被殺了自己父母更可怕 因為無承家 無老家 沒有承家樓木就是違反 delвер家倫利 無後代代代の生活 從 babies沒有了新的努力 男性不用被異類的標籤制 才 Yakを結婚 自民去到現在 普遍家庭做無端 去給子女生相十幾二十個子 我們已經無視為無路為深 不視為家庭的經濟單位 我們無需 perm trabalhar 來確保生產力 為何今天有漢堪 還將雙間社會的道理標準 套�ato於現在 同性戀 或不分接種者 是否應該被長期олет而不含 再看看過目的第 Ebola 女性要嫁人是因為她們被視為婦女 男論努力,她們不如男性 論戰力,又是瑜伽偏見所行,輸都沒得讀 令古代女性就得分一度社會的功能 就是生孩子 父母與護育過女,穩住好人家 就是想推走這個經濟的婦女 到了男家,女性又成為生孩子的機器 有空就要做教務,像某柯般推來推去 在現代,軍論男女都可以接受同一個教育 同一個工作機會 統計處都指出香港20年 現在未多女性的道路 女性的行動證明了她們可以自己養護自己 現在有一方又說她們嫁人 是不是想所有工作中的女性 都立即放進去結婚 明明結婚者應該十分自然 但如果成為了社會批判 就會對於魔術自由 有沒有實際上社會責任 謝謝各位 準備好可以響的時候試衣 還有各位大家好 堅持婚姻制度包含著婚姻同事 婚姻兩種 而全球社會主流意見都希望要結婚 有方都反對不到 雙方結婚 奮奮透過長遠的承諾 陪伴另一步去渡過難關 一步說好了 年輕的時候 婚姻提供情緒支援 更加是物質上的扶持 有方都不反對的 所以這本全場有方只有十分下幾點 第一 有方跟你說 我們今天誤解了面對的當戰 但當戰當然是一帝 有甚麼典故 跟你說他一定要強制 一定要一帝 要必須去結婚 現今地界之下 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出來說 我要逼我的市民去結婚 都是鼓勵大家去結婚生育 所以你問政府 他都不會回答你是一帝 所以有方 是不是有方特徵 而在社會之下 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一件事情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反問有方 這樣的論證責任 對方來說又是否公平呢 第二 有方說他結婚 都可能會不向公 甚至可能會離婚 雖然不結婚可能重庫 但那邊看一半 看一半 離婚存進 但是是否不存在 再婚 以香港為例 再婚佔整體的結婚20% 過去20年再婚國安帝真兩倍 這個數字有方又怎樣解釋呢 現在離婚是否等於離婚沒有 等於你考試 你要考離婚 是否等於這場考試沒有考 不是的 所以日本大學2020年的研究 又追蹤了70年的數據 證明結婚在大量更多 情感和經濟上的陪伴和支持 反問有方又怎樣解釋呢 第三 有方說 有方又不解釋了那方面的論點 我可能現在講的是20分一都是婚姻 而某次有沒有覺得和拍拖沒有分別 有方質疑 但是現在因為澳洲和英國已經有法例 清晰地界定了20分一 原本中八大條件 例如同居的年期 財政依賴的狀況 以下長期的生活共識 才可以去瞞足這個萬例要求 甚至有國家已經背了20分一同等權利 正正就是有方說的中國 是不是你口中拆拖都做得到呢 有方說 第四 有方說結婚是過人意願 結不結婚 不逼得 但可能有方 我方何時有逼 我方沒逼過他們 是不是沒人說今天還沒結婚的人 明天不准 即是你結婚沒有 所以為何無來是我方 你會分別題 從來都只有鼓勵 鼓勵一些有婚女的人 跟他認識婚年齡 你就要結婚 鼓勵一些無婚女的人 你會去回本 反正有方逼了去哪裏呢 所以有方質疑 當時疑的原因 明天閘不住腳 就來理下無婚隱隱的影響 以微孤和人孤對方便分析 先說微孤 不結婚的人會負除孤獨 除了說生活動力之外 會影響心靈狀況 能得大學一百年 針對八十萬到十五歲以上的 老人家進行研究 結果發現 因為一直擔心 他們很孤單 慢慢就爽失做應有的社交能力 所以被婚的論家說 老人癡呐的風險 高出百分之四十二 要反問的是 這些科學實證對孤獨的人的影響 又如何解決呢 另一方覺得越來越多 這種情況反而越好 再說荒官 以日本為例 經濟學人移出日本工作年齡人口 在2050年會多至5200萬 未過年 等於二戰結束人士的水準 會令GDP大幅縮水 而招款人的成本 已經搞到日本政府入不富之了 所以簡單總結 今天日第一 傳統和事實婚姻 都是社會主流 符合社會潮流 第二 月婚開滿中國人情感 和生活支援 有助社會運作 符合時代需求 所以今天要提議應不成 謝謝各位 晚方第二 負面用時 3分12秒 無消息 無需扣分 現在將進入自由辯論環節 雙方各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當某方發言時間就不 本人將會宣佈 另一方剩餘的時間 該方可自由派出一位 或者多位辯論發言 而每位辯論都必須在本環節發言 如本環節結束時 在場的獄人士發現 有辯論從未發言 我即場提出 屬實的說 該辯論所屬一方 將被扣除 將被負責扣除 不分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之後便會辯論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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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雙方 請問雙方 不到二人 不理會 有 以及 你 在雙方 幫忙 如果沒有任何人有問題的話 自由見論來接現在開始請正方派出的位置見譽 準備好可以響繼承事件 所以會否轉圈文件就流太多不雷龍 女大剛的理智多然我覺得理智多然是甚麼意思 是英哥 英哥是英哥的意思 有一段是沒有的 好像有何一樣逼人的妃 這就是解英哥的意思 所以問有何 如果我們說窮人不應身而肉類 是否真的指正方要論證去抓所有的雷龍去絕育 我都知道玉哥是解英哥的 選擇所有人來結婚 但當時有方便已經就從 不跟我們說的那些不分的人 因為有方都知道結婚是個人選擇 規範根本不合理 好 這樣跟有方 有方是古代體 都是會分年齡的 你現在是否結婚 但結婚我剛才跟你說了 有很多理討 不如你回答我 窮人不應身而肉類 是否正方要論證去抓所有的雷龍去絕育 不是呀 博哥 你想結婚嗎 我不想結婚 博哥你今晚要譴責我 沒有要譴責你 所以是呀 為何要解英哥的意思 而英哥不是強迫 因為我們也不會說 積勢的人去絕育 所以我方的論證 的門膽 不如你回答我 現況下 那些人養老開始不足 就可以解決了 博哥說譴責也不是逼我 那博哥你是不是要譴責我 博哥說譴責也不是逼我 反問有方法 同不同意婚姻是社會的主欄 剛才有方法和我討論 就是雙重標準 覺得難得多分裂大方法 規範他們 應該要去做 自然你不做 你也會有相應的情況 但我今天就偏偏不把這個標準 通過我方身上 我問有方法審視便談 你審視這類電語的時代背景 最後下一次 聽到有方法是有什麼 自己搞不清楚 因為我們說不同人 不益身而肉類 都不會抓他們去絕育 所以沒有強迫性 最後一次問你 如果現在你問政府 要求市民結婚 他們都不會說 你一定要去結婚 你不就是要我方論 做一些不合理的東西 有方法是你不合理的 而是你不合理的 而是你幾次都說了 是一定要 現在不是說有得你選 當時警察無法選擇 逼她去結婚 再問我們一次 你現在認識婚姻 你會不會結婚 前面的情況 你會不會說婚姻 要長絕不同的時代 有新的理解 你會不會說他錯 今天變題 只是很久講中華文化 影響的地方 有沒有辦法 答案我們審視這類電語 是否要審視她的時代背景 中華文化 就看我最喜歡的中國 21年報告 和你講 只有四成人 是堅持她去結婚 為何不斷社會的潮流 有方法我今天不懂 他們會不會審視時代背景 是因為他們都知道 古代從來都不會當事實 是婚姻的一種 好 問有方法 你的婚姻 是否必須選擇她的孤獨人口 有方你現在要按照古代的路線 但現在時代背景已經轉了 是否所有又檢固那些建議成 是否它全部都要按照你所說呢 我們說今天很奇怪 他跟我們說原來古代的東西 反正現代就要用現代 要哪種的衡量 那我們今天討論是有什麼意義 什麼都合遲的 所以很簡單 其實分一人是分一人 那為什麼你所提出的中國 會將它寫入法律 解釋 那我方是好像以前古代的 他都不是當他是事實分一 事實分一都不當他是分一的 有方來麻煩答我方問他 你現在分一的不必須要解決 那些孤獨的人口 是的 所以有方解釋清楚 為什麼中國會將它寫入法律制度 就是因為他已經承認了他是分一 所以另一方面不再跟有方說 所以有方說到一些勞動人口的問題 現在勞動人口未來的短訣 你怎麼解決呢 政府現在是鼓勵心動 但鼓勵心動從來都不會逼他的 有方今天不懂答我 是不是可以解決孤獨人口 有方同學問你 其實現在我失誘 我現在是失誘 我都可以令他不要擔心 不要孤獨 這樣也都是事實分一的一種 不是事實分一 因為你們沒有長久的承諾 問回你 你和你的失誘 是否會整當對方長久了 屍首一生一世 但是有方同學成不成 你只要我陪伴他 我就可以解決到有方同學 今天就可以做到有方同學 提出的所有理處 不是的 因為你事實分一 在法律條文上面 是有權以來 就是你和一定的年期 例如你要有所承諾 你要有一定的資產 才可以叫做是事實分一 不再和有方同學爭論 問回你先 你現況下 陽路開始不足 你是不是覺得那些老人家 未來爆煲沒錢用都沒問題 有方同學 都和我們用 所謂的事實分一 原來是法律有規定過 但是香港現在沒有問 有方同學要叫立法規管 人家一定要接法 所以 最後一次問你 你所提倡的中國文法 中國有納入法律 是否是分一 有方同學解釋給我 到底哪一條法律條文 或事實分一 是可以 是和簽分子是否分別的 沒有說和簽分子無分別 就是因為他的條文 就是跟你說你不需要簽字 40分一 就是不再和有方同事實分一 有方問了他三次 都答出原來養老開始不足 可以解決 所以這個問題 一定要用我方的方向 鼓勵人生育才行 所以有方就和我們說 那些人變了分別會上去心育 但原來調查和你說 有近七成都打算未來生育 怎麼解釋 有方和你眼中的事實分一 是不是就是把資源共享 我的資產分給他 令到他可以扶住 不再和我方說這個定義 因為有方自己也解釋不到 為什麼中國寫了法律 這個不叫做是分一 回答我先 未來近七成人口打算 未來近七成人都打算生育 怎麼解釋 那他們打算是分不來 但他們是認同的 但那些人就有方格 所以有方和你合不認同 你只要回回他 可以解決他的孤独問題 就可以做到所有的理處 所以現況下就是他們 結了方能打算生育 為什麼這個問題 可以解決到老人的問題 那麼他們結婚也不一定會生育 有方和你先問 好 再問一下有方和你覺得 有方和你覺得 有方和你覺得 你覺得 你是不是覺得結婚必然會合作呢 所以我方的資料跟你們說 近七成的人他們會生育 不如你用回資料 答我你有多少成人不想生育 我現在跟你們說 韓國總是聽說 23年的現代指出 有五成人都不會想結婚的 好了 再問一下有方和你 到底是否結婚到哪個不同 所以有方都解釋不到 我方的數字 跟你們說六成 結婚的人都想生育 有方的資料跟我們說 他們不想結婚 頭籌不得了 這個位置 有方和你覺得 原來他們的離處 事實這樣 是失誤的 不好意思 還未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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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方就時間緊張了 現在正開 結婚發言 準備好可以去 旋視衣 剩下三名 準備好可以去旋視衣 謝謝你 現在是結婚 雙方結婚共有一分鐘 時間預備 如果觀眾朋友 請問到哪個地方 你會不會去旋視衣 先問一問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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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研 由來第一句主研 由來第一句主研 頁面準備時間結束 先請反方頁面總結 你有4分鐘的時間發言 準備好 可以響起潮池衣 這一身也再進取 10分鐘的關稅 作作各位大家好 人生代表渴望浪漫的愛情 家因我們都希望生命中有人愛我 溫分悲繁手的生活大力驚奇刺激 可以即時沉述了或再燒 愛情有一半得到的機會 和一半失去的危機 風風光似橫似虛 令到大家都想導入到自己 會不會是幸運的一方 可以忠誠捐數 我方今天自然不是首舊的親戚 在新年的時候 吹息佐佐各位 要快找到戀愛和結婚對象 確實並非每一個人 都可以在合適的時間找到疑音 但我方依舊鼓勵佐佐各位 去嘗試找到自己的終身伴侶 為首同行 再將愛情昇華成親情 達至我方所知的婚姻精神 因為人的天性就是避免污毒 有方亦都無法反對 可惜中官出場 有方嘗試舉出兩樣事物 來取代婚姻的地位 即便為G做一審視 第一 有方覺得一個人十分自由 不需要被感情、婚姻衝判 但是這件事 究竟又有多少人 可以做到人方的心情這麼清明 完全不需要人的關心、補免呢? 有方無論正過 更加補教外貌 每個人都擔心 誰負責連續下一代 凡之我方見到 很多人寧願為情所困 都希望找到靈魂婚女共度如生 更是遙開 有得必有失 有得喜歡愛情令人受憑 都是因為願意在自己的人生計劃之中 接納多一個親人作出的考量 所以有方根本就不需要 不需要太卑姑地看待人情 而第二 有方就覺得拍拖已經足夠 不需要婚姻這個步驟 甚至說 失誘就已經可以做到 但正如前場所說 拍拖做不到 也不應該做到結婚的同一個功能 最少在作為既認知之中 拍拖只是大家事先試一下 適不適合 屬於短期性質 但結婚正正正是因為了解完更愛 所以願意承擔更多責任 保護力一般 長遠地接納對方在自己的生命之中 相反 就是有方鼓勵拍拖 隨待結婚 令到大家不再重視長遠承擔 才會出現更多重複愛情 拍拖更加空虛 這樣不結婚 沒有婚姻的世界又是否必然會這麼好呢 而即使是以善何者 其實有方都論證不到 而成為社會潮流 最多就是多了人這樣做 但多了人 從來都不代表是主流 不代表社會大多數都爭相共犯 可見有方今天的論證目壓十分之低 而在座各位 孤獨是一種現代危機 亦都不自針對前場題目的獨居女人 作為一個學生、大公仔 同樣都可以因為喪、親、失業、社會狀況等等 而感到力不從心 需要親密的人排解憂鬱 更何況科技的進步 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行如遠 好像更難放開真心去結識對象 我方不反對 有人可以真正一個人逍遙自在 但數據反映 原來更多人需要一個長久的婦女 互相扶持和更徒苦 正如讀游的時候 就希望人在身邊 堅強一般的景色 即時分享體驗有趣事物的感受 讀書時代 就希望人一起跪口線奮鬥 一起跟書操卷 而拍拖就希望 想為對方改變自己的壞習慣 希望對方可以開心 以上都只不過是人之常情 最終生活最基本需要 人際關係 婚姻正是其中一環 而人際關係 本來就不應該牽涉太多利益 講求無條件的犧牲、付出 因為身邊人的存在就可以感到幸福 人生成功了、快了 也完全無重要 遺憾的是 現今社會大家自私地想被愛 但不願意付出這麼多 而且愛情得到順受可得 兩個大家屋的人珍惜 今天是5月20日 即即是基於我愛你的日子 再以祝福在座位 開闊到平凡卻最重要的人 隨身私囚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方便便用時4分13秒 沒有時間 無需扣分 現在最後有請定方便便總結 你有4分鐘準備廢時間 準備好可以去介紹示意 好 好 說得前陣母親節 我們成家人一起去探婆婆 大家開開心心吃飯那一陣 不知我弟弟就插了筷子 我媽媽想跟他講 這樣做沒有位貌 不知婆婆馬上用筷子打他的手 又大聲罵他 差點搞得我弟弟哭 媽媽說弟弟不是用心的 不同意婆婆又打又罵這種搞法 但婆婆只是說 鵬骨底下出孝言 上一半一直都是這樣教 不是一直都沒問題 主席同伴在各位大家好 相信大家日常生活中 總是會有些不明所以的傳統 而我那時候會有盲目跟從 好像我和我這樣 只要我做錯事打了先算 因為之前有這樣說 就盲目跟從 但如果他嘗試了解手的想法 都知道他是用心之失 又是否可以一口咬 還是否會出效 看回面題 這份會後真正的意義 又是甚麼 是否又要跟回面題一樣 總結有方全場犯下 兩下四個錯 我和我們第一個 今天有漫長太樂觀 覺得結婚變得不好 會有恥俗到又會 甚至在公平的時候 我們說了很多加薪玉論 那方不反對婚姻的離處 但今時今日的社會 是否真的好像有方錯 看來好的 過時過節 親含色的一句句吹薪的言論 不同的是一種社會的意義嗎 有甚麼今天論證的是 在一些想結婚的人 有甚麼結婚就是好 但完全就漠視了那幫 想結婚的人在社會原來壓力 看一看他們的難處 第二 今天有分堂的偷換概念 但明明古代 從來都不會當 事實婚姻是婚姻的一種 所以即使事實婚姻是現代合時限 都不代表男大當分女大當 一定是合時限 如果剛才有分堂這樣說 你要貼合時代背景 無論是現在或甚至過半幾年之後 你這一條編題 是如何論證 都是合時限的 所以明顯一方不合理 第三 有方主編 甚至去到後出 都說有很多人想結婚 我方已經說了 那些人想結婚 從來不一定代表他們 是意圖 南大當方女大當家 只限定合時限 他們想結婚的原因 有很多種 但有方同體全場 都不聽我方解釋 第四 今天有方從來 宿紮面提法 說到南大當方女大當家 只是一種建議 其實那些人去到最後 是可以有選擇自由的 既然是扭動了 面提字架 因為往往有方 口中所說的離處 是要不人跟從 才可以成立到的 因此 哪怕有方 除了一萬步 當有方將南大當 和女大當家 這一句說話 單純是訓願人家組織家 這一種的訓願 這一種社會區域 都不合理 其實在座位當中 無論是港方 有方 甚至是評判 大家都有女性 甚至大家都在 不合理別人的身份來長跡 但原來在古代的社會 不論是東西方的女性 都不應當打避路 為甚麼 因為在傳統的中國社會 類似要真正休閒 端莊成衣 不能夠拋藏路面 而西方社會女性 同樣要以屬女形象示人 不能夠頂撞他人 如果我們跟他 大作對女性 一種先入為主的意見 今天的平常上 不會有任何女性的存在 而這個正正散衍出 當傳統社會 推薦一旦 侵賴到個人生活的方式 原上就是標籤了正常和二類的分別 我們為了避免歧視 因此後患無色會變得一樣 甚至心路才會變得單一 社會亦全缺了多元的聲音 婚姻還能夠獨立 我們應該用他的道具規化去 逼大家選擇 各種特等的愛情生活方式 在百多年前 幾乎所有人都覺得 同性女是一種禁忌 不夠光榮 但用了去戀愛 到現在我們接納愛 無分性 傾向和性別 我們甚至對我常常想的 已經遲遇了婚姻 一人可以選擇離婚 但是不喜歡用西老神 看來定義一段愛情 即是自己喜歡自己住 和朋友相處已經足夠 甚至現在來探索開放困體 希望成績一個 一隻毛腳的詳細 但無論如何 他們都是想保存自己的生活 如果有方的問題是很維銘 但實際上是加進了種種的枷鎖 給社會的人選擇自由 是會出現 社會呢 無法成功每天 只會出他人和我的生活 怎麼為之一個好的女手 有很多 而這些對於女手的枷鎖 已經不足了 你為何是男大多多女大多多 你會逼人去迎合這個區目 他們的社會規範 不應該宜償 還有各位三師 多謝各位 正方見面用時 4分07秒 無消事 無需扣分 比賽過一段浪 大家在原位上稍等一策 提到評判 最佳評論員 須額外評分 請各位評判 只需在今天八位台上的電源當中 選出表現較近出的三位 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的一位填30 次佳一位填50 剩下的一位填50 其餘五位同學 則不容易寫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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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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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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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